大家好 这里是梦翔文学 今天小编给大家继续说故事 如果喜欢 可以关注我 话说 在清朝道光年间 安徽省社境内的乡下住着一个叫崔怀义的人 有一年洪水爆发 崔家的房屋被洪水冲塌 洪水之后又是蝗灾 赤地千里 路有饿瓢 崔怀义只好带着两个女儿逃荒要饭 流落到扬州一带 崔怀义举目无亲 又病倒在一间破庙里 一日 天降大雨 破庙外 走来一个躲雨的中年汉子 汉子见庙内 有两个漂亮的姑娘 正在侍奉一个病重的长者 就上前搭话 我看你病得不轻呀 再不赶紧找大夫 只怕性命难保了 崔怀义忍不住落下眼泪来 他说自己逃难到此 饭都吃不上 哪有钱治病呀 那躲雨之人偷偷瞄了崔怀义的两个女儿一眼 热情地告诉崔怀义 我叫马继云 家就住在城里 我来给你想个办法吧 崔怀义连忙让女儿将她扶起来 跪在地上 感谢马继云的好心帮忙 马继云把崔怀义扶起 告诉她先去她城里的家中居住 她家里正好有一间堆放杂物的空房 崔家妇女可以在空房中暂时栖身 日后她再为他们想办法 片刻之后 雨停天晴 马继云带着崔怀义一家三口进了城 住进了马家的那间空房子里 次日一大早 马继云在家中备下酒宴 请来一个叫张成的朋友一起喝酒 还邀请了崔怀义一起赴宴 马继云举起杯子敬了崔怀义三杯酒 随后对崔怀义说 崔兄弟实在不瞒您说 我实在是想帮助您 但奈何家中近来花销过大 实在无力帮忙 不过我有好友张成 他愿意借给你一些钱 不如你先给他多借点钱 把病治好后剩下的钱拿去做生意 若日后生意赚钱了 再还钱不迟 崔怀义是一个穷苦之人 听到有人肯借钱给他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崔怀义心中欢喜 却也担忧自己还不上这些钱 崔怀义心中矛盾纠结 不敢回话 马继云见崔怀义惆怅 知道他心中所想 于是便劝说张成通融通融 多给崔怀义一些还债的时间 张成健崔怀义不说话 心中也泛起了嘀咕 他说道 初次相识 崔兄弟又是外地人 借钱给崔兄弟可以 但总得有个东西 作为抵押才行 马继云马上接下话茬 他转脸笑着对崔怀义说 我看不如这样 若崔兄弟信得过我 就写张字句 将两个女儿压在我这 张成把钱拿来 借给你治病和做生意 眼下过年还有几个月时间 正是做生意赚钱的好时机 就以这几个月为限 到时候 崔兄弟赚到钱 就把女儿赎回 咱们各不相欠 马继云还未说完 张成就掏出了三百两银子银票 放在桌子上 崔怀义心中仇云密布 借钱容易还钱难 万一生意赔本了怎么办呢 他越想越害怕 心中很不适滋味 崔怀义犹豫了半天 还是没有说出一句话 此时马继云感觉为难了 他苦着脸说自己有一大家子要养活 他总不能一直养着崔怀义一家三口 张成见崔怀义无动于衷 抓起银票抬脚就要离开 崔怀义知道此事机会难得 于是一咬牙硬下来 向张成借了三百两银子 又写下了抵押女儿的字句 借钱完成后 三人继续喝酒吃菜 崔怀义得了这些银钱 先请来郎中治好了自己的病 又给女儿们各买了一件新衣服 随后他带上剩下的二百五十两银子 去闯关东做生意 崔怀义去时带的是山东沿海的海鲜干货 种类有海参龙虾等物品 他在东北卖掉了这些干货 几番倒腾之下 竟然赚到了三百多两银子 崔怀义满心欢喜地带着银子回到扬州 准备还张成的银子 崔怀义回到扬州时又饥又渴 他拐进路边的一家酒馆吃了酒肉 随后摇摇晃晃朝城里走去 他走到城门附近 时天渐渐黑了下来 此时突然有人从背后将他打昏在地 崔怀义醒来后 发现身上的三百多两银子已被人抢走了 崔怀义哭着跑去县衙报案 那年月路上抢劫成风 县令和云山草草问了两句话 就将他打发走了 崔怀义回到马基云家里时 已经是大年三十 女儿们正等着他回来过年 崔怀义见到女儿们放声大哭 几次想要自杀了事 每次都被女儿们拦住 当天晚上 马基云带着张成来了 崔怀义哭着把被人抢劫一事告诉了他们 马基云听罢 两手一摊表示 对崔怀义的遭遇很同情 但他作为中坚人也没办法帮他还债 张成一听 崔怀义没钱还债 当场暴跳如雷 并掏出字句 嚷着要去县衙报官 让崔怀义蹲大雨 崔怀义苦苦哀求张成再宽限半年 他出门去做苦工来偿还债务 张成却不依不饶 大声叫嚷道 没钱也罢 今日我就先把你的女儿卖掉 这怪不得我不仁意 实在是你没法还钱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去哪说理都没用 片刻之后 张成叫来同伙强行把崔怀义的两个女儿拉走 崔怀义的两个女儿 大的十五岁 小的才十三岁 大年三十 妇女三人骨肉分离 万分悲惨 两个女儿哭成了泪人 崔怀义抱着张成的大腿 恳求她放过 马济云赶忙上前拉开了崔怀义 并对他说道 崔兄弟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男子汉大丈夫红口白牙的 怎么说了又不算呢 就是到衙门里打官司 就凭那张白纸黑字的字的句 你也是没礼 不如这样子 张成看在我的面子上 再借崔兄弟五十两银子 他拿去作为本金 挣到钱再还你 崔怀义听罢不作声 张成则黑着脸不说话 最后 张成被崔怀义纠缠不过 只好掏出三十两银子 丢给崔怀义 并要求他半年后必须归还 否则就拉他去当苦力抵债 崔怀义只想要女儿不肯要银子 马济云带他接下银子 并把他拉回了屋里 张成则带着崔怀义的两个女儿满意地走了 崔怀义很不甘心 他恨那个抢劫他银子的强盗 是天杀的强盗害了他 崔怀义跑去县衙询问破案情况 县太爷却一拖再拖 崔怀义没钱去上下打点 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崔怀义只好带着三十两银子出门做小生意 起早贪黑地挣钱 以期望早日赎回两个女儿 崔怀义后来辗转得知 他的两个女儿被张成带去了林县当了一年的小老婆 张成对两个少女百般蹂躏摧残 完腻后又将他们一个卖去了南京 一个卖去了苏州的青楼 两个女儿每人被卖了二百五十两银子 总共五百两银子 最可恨的是 当初袭击崔怀义抢走他银子的人正是张成 这一切都是张成和马继云的圈套 两个女儿被卖掉后 马继云从中分到了三百两银子 这些消息是从张成家的仆人嘴里听到的 崔怀义专门跑去南京和苏州找了女儿 证实女儿被卖到了青楼之中 崔怀义央求青楼放了女儿 却遭到一顿暴打被赶出了青楼大门 女儿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崔怀义心痛不已 他恨马继云 恨张成下套害他 可县衙又不管这事 他四处求告无门 于是打算靠自己报仇雪恨 崔怀义拿着手里的三十两银子 打算凑点钱再计划报仇 这天 崔怀义从东北返回在扬州 天又下起了雨 正好他走到过去住过的破庙 就进庙里躲雨 不想在庙中碰到一对年轻夫妇 他们自称是从外地来的 男的叫谭云峰 得了不治的劳病 一直在渴雪 女的叫玉兰 长得年轻貌美 两个人在庙中争吵得很厉害 那男人在病中还在打女人 崔怀义健壮走上前去搭话 忙问谭云峰 二位也是来避雨的吗 谭云峰叹了口气说道 避什么雨呀 想进城把妻子卖掉 治我的病呀 崔怀义一听 仔细打量了一番玉兰 玉兰长得年轻貌美 坐在地上哭哭啼啼 崔怀义心中盘算一番 暗暗惊喜道 我妻子的弟弟更好死了妻子 留下一个刚吃奶的孩子没人带 若是谭老弟愿意的话 就开个家吧 谭云峰上下打量了 崔怀义一番 认定他是一个生意人 便问他的妻弟是干什么的 崔怀义说他的妻弟叫张成 在城里有米行 赌场 家里有的是钱 崔怀义把张成吹得天花乱坠 谭云峰听得格外入耳 相信了崔怀义的话 崔怀义问要价多少钱 谭云峰说他的妻子年轻貌美 至少要卖六百两银子 崔怀义心中暗暗一惊 六百两银子他是拿不出来的 不过他不动声色地说 谭老弟 我家里不缺钱 目前身上没带多余的银子 身上就只有三十两银子 你暂且拿着 我先把玉兰带回家 让妻弟瞧瞧 看中了就把余下的银子送来 谭云峰看到白花花的三十两银子 见钱眼开的他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崔怀义把玉兰带出了破庙 他把玉兰拉到一个僻静处告诉他 其实我一进破庙就看中了你 不过身上只有三十两银子 才编了那个谎话欺骗谭云峰 若你愿意就留下跟着我过 若是不愿意的话 现在就可以回去 我绝对不会阻拦 谭云峰已经病入膏肓 活不了几年了 何必跟着他一起受罪呢 再说他若是对你好 也不至于将你狠心卖掉 玉兰此时哭了起来 他说谭云峰根本不是他的丈夫 他是谭云峰赌钱赢来的 他的丈夫将他抵押了三十两银子 谭云峰是个彻底的恶人 他将玉兰辗转贩卖 又将买主杀死把玉兰抢回来 有时候他逼着玉兰作案仓 谭云峰躲在暗处杀人劫财 后来谭云峰患病 不敢在外继续漂泊作案 才带着他来到一线投亲 谭云峰在一线没有找到亲戚 穷困潦倒的他只得藏身破妙 苟延残喘 谭云峰虽然病重 却依然对玉兰拳打脚踢 所以说 崔怀毅刚才给的那三十两银子 是白给了谭云峰 不过 崔怀毅是个善良的人 他算是将他救出了火坑 作为报答他 可以为他做一件事情 就算是当牛坐马都行 玉兰的遭遇 让崔怀毅颇感同情 崔怀毅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也是被张承辗转贩卖 受尽凌辱煎熬 崔怀毅痛恨人贩子 他在破庙里遇到玉兰时 看见玉兰貌美 便想将她买下交换女儿 如今得知 玉兰也是个苦命人 竟不忍心拿玉兰去交换 崔怀毅见营救女儿无望 只得哀叹命苦 玉兰见崔怀毅哀声叹气 便问她怎么回事 崔怀毅禁不住玉兰多次追问 说出了两个女儿的遭遇 玉兰思存片刻后 给崔怀毅出了一个主意 崔怀毅听后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她先是摇摇头 不过后来 还是咬咬牙答应了玉兰 半夜里 崔怀毅安排玉兰睡下后 从床底下取出一把牛耳尖刀和一根绳子 她连夜赶奔到破庙里 进了庙她看见谭云峰的身边 还燃着半支蜡烛 草席上放着肯剩下的击骨鱼刺 还有丢弃满地的酒坛子 崔怀毅没等谭云峰醒来 就用绳子将她勒死 然后用牛耳尖刀割下了她的头 又把尸体分成了八大块 装进一个麻袋里 崔怀毅收拾好谭云峰 用剩下的银子 又把尸体背起来到张成家的后窗下 埋了人头和大腿 又将剩下的几块 埋进了马继云家的猪圈里 第二天一大早 猪把一只人手拱了出来 崔怀毅立刻大声呼喊 大家快来看啊 马继云的猪圈里有只死人手 邻居们听到喊声后 纷纷前来围观 帝宝也很快来到了现场 并把此事报到了县衙 县太爷听到报案后 忙带着武座和衙役前去勘宴 到了现场又挖出几个被分解的尸块 尸块凑在一起 却是残缺不全的 崔怀毅又凑到拆关耳朵边说道 昨夜我见张成鬼鬼祟祟的出入马家 如今猪圈里挖出尸块 难道他们二人 差官们听了崔怀毅的话 又赶到张成家里搜查 牙役见到窗下土层松动 就挖了起来 挖下去两尺身后 果然挖到了人头和两条大腿来 马家和张家挖出尸体 二人当即被拘捕到县衙 县太爷对二人严厉审讯 二人却死不承认 县太爷见二人死不招认 让牙役对二人严刑拷打 马继云和张成被拷打得死去活来 当场昏死过去几次 还是不肯招认 当天下午 玉兰到县衙大唐明冤 撞告张成和马继云谋害了她的丈夫 县太爷问玉兰 自称是被害者妻子有何凭据 玉兰拿出了半块玉佩和谭云峰身上的比对 两块玉佩合成了一块 玉兰说这块玉佩谭云峰一半 她有一半作为夫妻二人之间的信物 谭云峰的玉佩上刻着她的名字 她的玉佩上刻着谭云峰的名字 县太爷拿起两半块玉佩对比一看 果然如玉兰所说的一样 县太爷又问玉兰马继云张成为何要杀死其丈夫 玉兰说马张二人垂涎她的美貌已久 曾多次登门劝说其丈夫把她卖给他们 她的丈夫谭云峰每次都断然拒绝 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有好几次差点动起手来 前几日 马张二人来到家中 以做生意为由将谭云峰骗出家门 谭云峰跟着二人出门后 就再也没有回家 想来是被马张二人谋杀了 尸体也被肢解 分别埋在马张两家 县太爷又询问了邻居 邻居们都说张成和马继云关系不错 二人经常寻花问柳出入沟澜巷子 也时常会干些贩卖人口的勾当 县太爷又问寄居在马家的崔怀义 崔怀义说张成经常来家里找马老爷谈话 经常一谈就是大半天 每次谈话基本上都与女人有关 他偶尔会听到一两句 至于二人是否杀人 他也不敢确定 县太爷经过一番推敲后认为 人证、物证和口供都有 虽然张、马二人没有直接承认杀人 但情况八九不离时了 于是他让牙一轮番对二人上老虎凳、上竹签等酷刑 一番折磨下来 张成的双腿被打骨折 马继云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最后二人实在扛不下去 只好承认了杀人的罪行 县太爷按律将二人判为斩首 罚银八百两赔偿给玉兰 崔怀义举报有公奖励三十两银子 案子承报周府后 又经再次复查 案子也没有什么出入 刑部就下了秋后处决的命令 秋天到来后 张成和马继云被斩首 案子到此了结 人们觉得判得并无不妥 不久后 崔怀义带着八百五十两银子到南京 苏州为女儿赎了身 前后花去七百两银子 崔怀义带着两个女儿和玉兰离开扬州来到徐州生活 他们靠着仅剩的一百五十两银子重新开始 在城内经营小生意和靠帮人将洗衣服为生 转眼一年过去 巡案御史陈文杰在清理刑部就案时看到了张成 马继云一案的卷宗 陈文杰从卷宗里看出此案漏洞颇多 尤其是玉兰的来历值得怀疑 陈文杰派人从谭云峰的老家查起 很快就查出了真相 陈文杰又派人赶赴徐州 拘捕了崔怀义一家 经过审问后验证了自己的猜想 陈文杰找到了真相 却不忍翻案重审 谭云峰、张成、马继云都是恶人 且三人已经死了一年 为恶人翻案会引起民众反感不说 其中势必牵扯与此案有关的大量官员都要问罪 陈文杰权衡再三 心中颇为纠结 他同情崔怀义的遭遇 但他报复的手段过于残忍 他以暴制暴 以恶制恶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律法 若不惩治崔怀义又于律法不服 且难以向上交差 陈文杰最后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以崔怀义非法收留玉兰 以由拐代嫌疑为由 按拐代罪判处监禁一年 仗则四十大板 陈文杰对崔怀义网开一面 既交了差也不得罪同僚 又惩治了崔怀义 可谓是一举三得 陈文杰将此案的真相隐瞒下来 一直到他去世后 人们整理他写的日记 才从中发现了这桩案子的真相 据说啊 听完故事并点赞的听众 今年发大财哦 二十年